无法取得GPS 因为浏览器本身没有啦 其实我觉得PC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为什么不装个GPS 他就可以升级啦 对不对 那装个也不要装个GPS 你可以装一个 可是因为PC本身不能移动 他本来就定位不是移动 可是notebook可以啊 为什么notebook本身不做一个什么 GPS 其实这个没有多少钱啦 对那本身以后不就可以怎么样呢 去抓到他location 那当然就可以 因为智慧你的手机 他为什么会智慧 其实就是会有很多sensor是 PC跟note本身没有的 那如果PC要能够变成不是PC的话 叫智慧PC的话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行呢 这概念其实我觉得没有不行的 只是Windows 微软他没有创新的部分 我觉得微软在某一段时间之后 几乎就不创新了 反而走回头路 有没有 像那个被骂的很像Vista Vista就是一个很大的败笔 那Win7好像稍微好一点点 那Win8又是一个很大的败笔 对不对 OK那这里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就装一个这个东西 其实我在早期那Windows 凤刚出来的时候 我也去把它玩一下 我第一个玩什么 就是 我就直接先连我的部落格看看 结果我连部落格之后 看到上面的YouTube全部都秀不出来 当场我就把这机器放回去了 再也不想 想说 这东西连YouTube YouTube都可以显示不出来 那这手机要卖给谁 对不对 YouTube对一般来说 应该是很基本的功能 显示影片嘛 对不对 那没办法 因为YouTube不是他的 再来Google Map在上面也看不到 用他的那个Bin的Map Bin 有没有B-I-N-G 这个翻译刚好Bin 生病的那个Bin 同音 而且真的很搜寻的结果 还有那个Google Map的那个样子 这真的 如果跟Google Map比起来真的是 差距还蛮大的 那也就是说那个Microsoft在云端这一块的资源 实在是太太少了 不能再讲下去 再讲下去可能 如果Po在YouTube上面 微软的人会来找我 OK 那这里的话呢 路径规划点击 大概第一个你要有路径 它会自动去秀出那个路径部分 OK 然后网路搜寻 那这部分特别注意就是后面有个Database 其实我们秀地标跟秀什么的 这边有个显示美金 这个地方有个List 而且这个List甚至可以做一个 ListView 我觉得它比较强的地方 比那个我们SDK的那个强的地方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边什么 输入关键字 前面我们一定好像一定要整个全部一模一样 但是在这里你只要输入一个关键字 它就会秀出来 不过这个好像仅限于在手机栏的版本 我刚刚好像我试了一下 如果我输入关键字上去 它会帮我输出来 在浏览器版本 没有牛的 它会自动秀出来 可是在浏览器版本好像有点怪怪的 这个部分再试试看 另外就是说我刚刚讲的资料库 实际上在后面 你要按一个F12 在浏览器上面按F12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下面有个叫什么 Resource 这Resource里面呢 一样会有个什么 Web SQL 也就是这个很像是跟 那个什么SQL Lite的一样 那它的架构呢 也是类似的 你把它展开来 按F12之后 Resource底下 这边就有个什么 有没有一个Database 叫普理Food 展开来之后两个Table 一个Table是FoodTable 你会发现这里呢 就是当我们载入那个网页的时候呢 会 就是什么 增加这个Table 然后呢 如果说我要读那个清单 ListView的话 可以从这个Database里面去读取 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各位可以再了解 其他 它还有什么Local Storage 其实这个Local Storage 跟那个 我们的Shield Preference很像 也是设定 喜好设定档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架构非常的类似 使用起来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部分跟各位稍微做个说明 你要RUN的话 基本上在这边预览 其实会有错误 如果这个其实有错误 通常是后面有Database 或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你们的那个引用的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那个 JQuery Mobile引用的时候 他找不到目录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有 就是显示不正确的状况 也就是将来 也许你将来这个JQuery Mobile 这个目录没放进来的话 也会有可能或错误 这几种可能性 那另外就是说 刚刚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顺便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前面的Sample 在Low的时候 Low这个PhoneGap的时候 我们是用什么 用那个 在Activity里面呢 去把WebView载入进来 其实我们是在哪边载呢 就是用Activity 对 当ActivityUncreate的时候 去把那个View载入进来之后的话 然后里面有一个叫做WebView 叫做MyBrowser 然后利用这个MyBrowser里面的LowUI 去把它载进来 所以这个方式的话是用什么 把PhoneGap包在WebView里面 当然将来你要怎么应用 比如说你全萤幕的话 基本上是看不到 但是如果你把它缩小 放在你的元件里面 其实大概也可以做出 几乎看不出来的效果 那里面你大概可以做很多美工 刚刚那个班长有问到 就是那个 其实这个部分当然会比较OK 那如果说今天你不希望 你不是用Activity 你希望怎么样 我一载入进来 我跳过Activity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啊不过这边的话 在官方 PhoneGap的官方网站上面有交 那我直接就是把它打包成一个范例 范本 你们将来就是把那个范本 下来 直接 汇入到你的专案里面 这边的这个地方 我来讲一下 它不是用什么Activity 而是用什么 这边有个叫 PhoneGap里面也叫 JawGap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是不需要用什么 我开给各位看一下 它不是Extense Activity 而是Extense什么 JawGap 也就是说 也是有Uncreate的方法 可是Uncreate的时候呢 不需要去LowView 不需要SetContainView 不需要Layout 也不需要WaveView 直接就把它载进来 载进来的方法 用Super本身就可以载 那路径的部分是一样的 那它怎么做到的 基本上它就是另外 要汇入一个Library 这个Library就是什么呢 叫做 Kodoba Kodoba 这个Jaw档 要把它先汇入 利用这个Kodoba 里面呢 会有一个类别 叫做JawGap 去用它去载入进来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跳开 如果说你将来 完全要不使用这个Activity 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那这个地方 因为还要汇入这个Library 然后还要做这一件事啊 可能怕有些同学会做错 所以呢 如果你们怕做错的话 可以到云端上面 我已经把这个 这个地方 把它打包一下 我把它放在云端白板里面的 第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里面 第十五章 WaveView里面 这边就有一个就是 范本 你可以把它download下来 解出来 这个就一个范本 那你将来的话呢 只需要怎么样 只需要把那个PhoneGap 做出来的东西 丢到那个Assets里面 就OK了 你就可以直接 那开的话 它就完全避开 Enjoy了 那以后等于是说 你拿它的壳而已 借它的壳 那借它的壳以后 你要Publish 就是发布的时候 会比较方便的 因为如果你用那个 PhoneGap的网站 帮你去做发布的话 很麻烦 你光要发布一个APK 你还要去验证干嘛的 其实我发现那个流程 比较麻烦 但是你以后 放在SDK的开发环境里面 再去Publish 会简单一些些 所以这地方提供给各位参考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所以那个谱理的那个范例 秀不出来 应该跟Database有点关系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将来 各位只要借壳 借Andjoy的壳 都不要他的Activity 也不要他的WebView 那就直接用这个范文就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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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